9点新闻还有就是民进党内 频频地传出换格魁的消息 而就在总统蔡英文定调 没有内阁改左打算之后 现在党内同一口径 塑造出团结的气氛 像是桃园市长郑文蔡 就被点名是下届格魁的热门人选 他再度表态了类挺苏贞昌 而另外被点名的可能人选 前副总统陈进仁也是首度表态 全力地支持苏魁 SARS期间林为寿命 遭出好成绩成见人的重振之路 备受考评 日前民想内一度传出苏内阁 岌岌可危 大人哥甚至被视为是可能的救火队 隔魁应该是要来解决问题 那不是制造对立 所以我认为成见人会是最好的人选 派系对立的时候 反而一个人格者 成见人的出现 那自然而然都会化解掉 王世坚点名成见人是最佳隔魁人选 但就在总统出面定要没有内阁改组打算时 党内杂音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声音 郭总统外界点名你接隔魁 那对于说苏院长的话你支持 全力支持苏院长 握拳表态挺苏魁 另一个同样被认为是隔魁人选之一的 桃园市长郑文灿 周五一早写脸书表明支持苏贞超 我的心很定我支持苏院长 而且认为苏院长工作的每一天都带来台湾的进步 我担任市长就是把市长做好 那我相信这个专注认真才能完成每一项工作 不只郑文灿 高雄市长陈其邁也期盼穷穷穷继续批 而台南市长黄伟哲则是挺有政府会做事 在美中议题夹杀下 绿营从总统到地方诸侯 统一口径挺苏魁塑造团结形象 稳住执政脚步 东西新闻专家和学生在台北报导